大家好 焦點視頻 翁寶祥法科解碼的時間 迎光幕見到我們的翁寶祥師傅 又和各位見面了 師傅 其實前一兩集 我們都講了一些 很多很貼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問題 又講一下疫症 又講一下經濟 你只能教我們怎樣移民 當然教就只不過是給一些資訊 就不是叫人走一下 這只是有興趣 對 用術數的角度 我都不走 我都留在香港 對 沒錯 我又覺得作為一個香港人 其實人有自由的 選擇自己覺得最終合適的地方 沒錯 在一個人的自由的前提之下 師傅又很善心 將他學會的東西 給大家一些資訊 就是這樣解釋 對 因為學了幾十年的東西 對 個個想知道的就告訴你 是啊 正確 大家在玄學上面 學術而已 幾千年的文化 流下來 我都學回來的 嗯 既然學回來的 為什麼我不能教出去呢 嗯 大家共同 一樣使用 嗯 是 好了 師傅 今集我想講一講一些 就是羊宅風水的東西 是 因為我發覺其實 原來我之前都很少問你這些東西 是 好少 是嗎 這些其實是一些 很基本 是 我知道為什麼 可能因為你實在太強 我覺得 不如我直接 我直接問你這些大學問題 我為什麼要問你那些幼稚園的 一加一 是不是 這樣就開玩笑了 其實呢 所以今集呢 我就想問一問師傅 其實呢 就是我經常都了解 是吧 就是一些家居風水的方位 是吧 是 八隻角 那樣 家中間 那樣 但是又聽過刑煞 方位和刑煞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來 刑煞呢 那麼 有些我們講 聯頭 講理氣 好了 如果講到聯頭 理氣 又講風 又講山 山啊 水啊 有很多話講的 嗯 那麼實際呢 如果 將它簡單化 嗯 簡單化 那你就記住兩樣東西就可以了 是 很簡單的 就是說 我們看風水 有外陸事和內陸事 嗯 外陸事 內陸事 什麼叫外呢 就是說 我們所有居住外面的環境 包括庭台樓角 嗯 尖的塔啊 教堂啊 那些屋子啊 那樣 這些就是外陸事 有沒有外陸事 擋住你今年 影響到你的位置 那間屋的位置 嗯 當然呢 你的位置呢 就是說 我們在窗裡面 開了窗 進來那個廳 就說 愛陸事 有沒有東西 衝實進去你的廳 嗯 你記得了 是 我們的廳 就代表男主人 來的了 房子就代表女主人 有陰陽的 嗯 甚至我們就說 說回內陸事 內陸事就說 我們的屋裡面的角位 有沒有缺角 有沒有崩角 有沒有掌樓出來 突了一個樓出來 突角 是的 我們的廚房 我們的廁所 有沒有放在西北 這些位置 那又說 我們的內陸事的東西 會不會 那個門主做那三樣東西 跟那個宅主有相沖 這些就是內陸事 那就是外陸事 和內陸事 好啦 那當然呢 每一樣東西都有 俗後的方法去解決 俗後的方法去應對 那我們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知道 外陸事的很簡單 他怎樣避 我們不要說內陸事 他避先旺 好啦 有沒有聽過一句說話 叫喬星鴨王方 王上王先 沒有的師傅 沒有的 這個是外陸事 即是說外面 例如我 我經常都說 風水很科學 千萬不要聽到 又說什麼五鬼 又說七殺 又說禍害 當然有好的稱呼 所以說貪狼 天穴 現年 我們又聽到這麼漂亮的名詞 其實我們什麼都不理 我問你一句 你身上有沒有血 當然有 有嘛 沒有血就沒有命 沒錯 血是水分 那我問 你現在所認識的 血型有多少種呢 A B O 還有沒有 A B A B 對 師傅被你考慮了 不是很多 只有幾種 方位有多少個 方位有八個 沒錯 八個 四個證 四個篇 是 是 就是你的血 有什麼大了 大了 經常捐血 你的血不適用 我給你一包丸 那是什麼丸 鐵丸 鐵 是啊 是不是 保你的什麼 血質 是 你的血 就是跟這個世界的磁場 是 是 就是八個方位 所以 你會覺得這個方位 適不適合你 適不適合你 就是根據你的血的磁場 是不是很科學 嗯 千萬不要拿著一本書 哇 這個又說賀偉 這個又說廉晶偉 嗯 這個是風水裏面 另外一種學問 是 但是 將它很簡單化的時候 就是你身上的血型 配這個磁場 南北是兩極來的 是啊 不會變的 嗯 就是你的血型 是不是很科學 嗯 真的很科學 所以為什麼你說 我會常說 喂 啊 啊 孟先生 你好喜歡坐這個位 啊 孟先生 你喜歡睡這張床 睡近窗口的 是啊 是啊 你又怎麼會知道啊 很簡單 呀 你的血告訴我 當然你的血 我看不到 我沒有拿一張刀去劏開你的皮膚 是 你看 你那三元九瓶,我好像在上一集介绍,三元九瓶我们就根据你这个人的血型,帮你在阵里布在那里。 所以你很容易理解,你想不想做那么多? 刚才我们说到乔星鸭王方,即是说你的磁场我要向东南方, 我是东南方,我收那边的磁场,对我有利的,但是东南方看起来,光阳一片,那有没有用? 我看到水,是不是有用? 没有。 为什么呢?有很多师傅说是有水的。 不知道,你今天我当然回答没有,师傅。 可以说海当然不行,海当然是大水。 如果池呢?井呢? 可以的,不是不行的,但是没有那个乔星。 乔星呢?我在那里,我动了一幢大厦在那里,就叫乔星。 我东南不是一幢大厦? 好了,来的气,四方半面的离。 是。 即是说风。 是。 识就是气,不识就是风。 是。 吹向,我西北,我吹向东南。 是。 那你猜东南那些,迎接了那些气,会向哪里走呢? 东南? 我在上面嘛,我坐这里嘛,我在西北,我的风去到对面。 那这些回来的是什么? 我收的气咯。 所以就是乔星压黄峰,我的黄峰。 那这个气,弹回来给我自己,我就收到这个气咯。 嗯。 如果这里,一片平原的,什么都没有,那我的气就在这里走去咯。 那我还收什么气咯? 哦。 是吗? 没有了。 好了,接着又告诉你,如果我的位,例如,我今年庚子年, 申子晨,三宅就得,三宅就得,三宅就南,南北向。 好了,我们子,五,五就是代表南。 是。 好了,如果我在南方那边,有东西直冲我家的, 是。 是。 嗯。 那你就用申子晨三个位置去看咯。 是。 是。 那申米也不够,西南插入也不够。 因为我们申子晨三角来的嘛。 嗯。 在西南这边,有一支电灯柱, 或者一座野,或者有尖角射进来的, 那我们就不要了。 是。 很简单的,没有难度,没有难度,没有难度。 哎,风水没有难度的。 所以你解释,你这样一个对比,我又明白。 是,没有难度的。 哎,不要说到那么神怪。 是。 一点都没有神怪的。 是。 是。 那师傅,这个是方位, 我们把握时间,刑杀的又如何呢? 刑杀? 我们也是解释的,可以的。 无论刑杀, 我们以前跟师傅, 即是又讲回先师,李全文, 那我们有一套是斗杀的。 是。 千亿不要学, 是。 永远我们都不教,但是。 斗杀? 是的, 我亦都叫弟子永远不要用。 是。 因为斗杀也会害人的。 是。 所以我们也不会用的。 是。 问题一,有很多人的心术不好, 就会用这些东西, 希望自己的财患好。 所以呢, 我们遇到那些, 我们才会用到化杀。 是。 问题就是, 无论你见到什么杀, 包括你说, 哎呀,天斩杀流口, 好, 乔星突然间那里, 你那个位置回来的, 刚刚堵住你的厅的, 一杀。 是。 或者是亭台流角里面, 有些东西阻挡的, 又或者殯儀馆, 或者警署, 这些人来人往的地方, 向证你自己, 医院上面那个炉, 这些就杀气了。 是。 问题呢, 很容易化解。 哦。 那怎样呢? 在这里呢, 我说了, 我怕很多大师会说我。 那么大? 会影响人家赚食, 人家要赚钱的。 OK。 但是, 我可以教化, 不可以教化, 可以教化, 教鼻, 好了, 千万不要用镜去对着它, 或者八卦镜。 那你不要用八卦镜, 你不要用镜去对着它, 那你已经呢, 就已经拿回一半分先。 哎呀, 大师傅,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 我有时候我听, 是这样说的, 你觉得那样东西不要, 什么都不要理, 照一照它。 你的镜是深入来的, 你将那些不好的东西带进来, 好呀, 照它, 还加重。 所以我教你化掉它, 就不用了。 如果你说, 我真的要做的, 那你用货车倒后镜, 货车倒后镜是圆的, 凸凸的, 可以彈回去。 噢。 那便可以解到啦。 OK。 明白了。 不用钱的, 要在这里教。 是。 OK。 实用, 又便宜,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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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当然, 你都要找个大师, 帮你加价位置。 那如果刚刚说, 那是旺方来的, 你凸了你的财位走的, 是。 那那是大师教你啦。 那就是啊, 财位这些我们不懂得看的。 那是大师懂的嘛。 是。 OK, 那好了, 那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其实羊宅风水, 我都觉得还有很多问题, 就要请教师傅的。 那我们之后呢, 就再请教啊, 雍宝祥师傅啦, 好吗? OK。 拜拜。 好, 大家好, 焦点视频, 雍宝祥法科解码的时间。 迎光幕呢, 又见到我们的雍宝祥师傅。 各位, 你们好。 师傅, 上一集呢, 我们就请教过你呢, 就关于一些羊宅的风水啊。 那你又解释过, 方位和刑杀究竟是什么啦。 是。 那说一下方位, 其实呢, 我想起一件事。 是。 OK, 那你都知道, 人人都, 就是, 人缘啊, 桃花运啊, 是很紧要的。 是。 希望呢, 有情人可以忠诚眷属的。 那如果在这个2020庚子年的时候呢, 究竟, 那些什么的布局啊, 摆位啊, 可以增强我们桃花运呢? 那先由我两个情况, 我想问你的, 第一个就是家。 嗯。 第二个就是, 有些人都要上班, 是吧, 虽然有事, Home Office, 但是, 可能, Home Office, 他自己也是。 是啊, 是啊, 那他那间房子也要。 是啊, 即是他办公的地方就要。 是啊, 没错啊。 那布局应该是怎样的, 师傅? 布局呢, 那些桃花呢, 就一定是跟人的了。 是。 一定是跟人。 那我未讲那个桃花位呢, 那我们要明白, 桃花有几种先。 是。 桃花有五种。 嗯。 大财。 大贵。 大血。 大劫。 大劫。 大杀。 大杀。 那你看, 那带些什么桃花呢, 回来了。 爛桃花, 亦或是真桃花。 嗯。 桃花也是代表人缘。 是的。 那我们也可以说, 在人缘里面, 不是一定是男女关系的。 嗯。 那就是说, 这一件事呢, 就讲人和了。 是。 那如果你没有人缘的, 那你做事, 你怎样信你呢? 是。 都没有人帮你。 嗯。 那所以呢, 桃花呢, 不一定是男女关系。 嗯。 好了, 那就看一下了, 似乎我是当事人, 究竟我现在是欠缺桃花, 要催旺桃花, 要说我想找人员。 那, 例如, 如果你本身是已婚的。 是。 如果你又去摆桃花位, 招一些桃花回来, 那刚才那五种里面, 大财大贵当然好。 是。 如果带血, 带劫, 带杀, 那便不好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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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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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